大家好 我是Aulet 今天我来讲一下子 如何计算下单的交易量 这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问题 没做下1手 下0.1手 下5手 都可以 但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资金管理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道数学题很简单 如果你有100块钱 你一次输掉了50% 那么也就是说只剩下50块钱了 这个亏损是亏了50% 那么你需要花挣多少钱 百分之多少的钱 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本金 一般来讲 以为也是增加50% 就能恢复到原来了 但并不是这样 那么50 你现在输到只有50块钱了 增加50%的话 只能达到75块钱 并不能恢复 你需要挣100%的钱 才能恢复到原来的资金额 所以说亏损看起来很少 但是想恢复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真正的交易员 他进入市场前 他不是考虑能挣多少钱 能赢多少钱 而是考虑他最大亏损能达到多少 所以他会把他的所有资金 分成很多小块很多小份 每次只下其中一小份 正常来讲是1% 最多不超过2% 在1%到2%之间下的单 那么这1%或者2%是如何计算的呢 以欧元为例 我还是照以前的 也就是说到主到小数点后 第4位作为一个点 第5位作为0.1个点 这样容易计算点 下一手的话是10万美金 10万美金 0.1手就是1万美金 那么可以看现在价格 欧元价格是 欧元对美元是1.1933 涨一个点 这个最后一位 第4位 变成了1.1934 涨一个点 我们看是多少钱 那么这个也就是0.0001 这个数乘以1万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正好它等于1 也就是说 当我下0.1手的时候 每上下波动一个点 分别赚和赔一块钱 这样就比较好算了 比如说我以现在的价格买入欧元 1.1940 那么我的止损值呢 放在这个下方 放在这里 那我可以看一下 止损多少 就是说我先要计算 最大亏损为多少 然后再能计算 我一看下单多少 我可以点上方的这个十字 十字可以计算这个 往下拉 拉到这个止损值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101点到1.18 多少 101个点 这是在日图上 101个点 也就是说 101块钱 如果是0.1手的话 是101块钱 对吧 那么101个点 pips 101点 我的总资金呢 是算上1万块钱吧 1万块钱 每次最多下0.2% 我就照0.2%来算 1万块钱 乘以0.2% 那么我每天能承受的最大的资金损失是多少呢 也就200块钱 不能超过200美金 那么200美金 分到这101个点上面去 那就以200除一个101 101 这大概呢 是在 接近于 1.9几 1.9几 1.99 大家可能估计是 也会大致的是为2 近视于是2 非常接近 因为这个值101×202 非常接近是2 也就是说 我每次呢 每个点的价值 是2美金 每个点价值是2美金 我们之前说过了 0.1手 它是1美金 那么价值2美金的话 每个点 如果是不是可以下0.2手 盈亏比 最少是1比1 一般来讲是1.5比1 或者2比1以上 那才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里呢 我可以看到 我们的止损是在这里 下方 然后我进场点在这里 现在价格进场 那么我的止盈呢 可以在这个位置 上方一个这个位置 可以的 那这里就比较合理的 那我最多亏损呢 也就是亏这么101个点 101个点 也就是说 这里的话 因为我每次下 刚才算出来了 下单是下0.2 0.2手 最多亏个2万块钱 这也就占我总资金 1万块钱的2% 每次 好 这就是整个计算过程 用你这止损的点数 以及你总资金量算出2% 1万块钱乘以2% 2% 算出是200块钱 用这200块钱 除以这个止损的点数 101 算出你每个点的价值 每个点这2块钱 每个点2块钱的话 0.1是1块钱 0.2就是2块钱 0.2手就2块钱 这就是整个计算过程 我再总结一下子 好 感谢大家这次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